主料,茄子三根,西红柿半个,辅料,油,盐一茶匙,皮线辣豆拌酱一勺,白糖一勺,葱花,蒜拌水,水淀粉一小碗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茄子洗净,切小块,放有盐水的冷水中浸泡,淋上锅前再捞出,西红柿半个,切小块,备用。 热锅上油,爆香蒜拌碎,倒入西红柿,炒出红汁,倒入茄子,中小火煸炒,待茄子汽油变软,加一勺皮线辣豆拌酱,洗辣者可多加一勺,即是量热水骨汤更佳,盖锅热烧七八分钟,加葱花,调入白糖,调入盐,去一小碗,放入一茶匙淀粉,加凉开水调成水淀粉, 在锅里倒入水淀粉,大火收汁,即可盛盘,烹饪技巧,一,加了西红柿入内,让茄子吸收了番茄汁的味道,一颗减少油腻,二是鲜美可口,二,茄子洗油,建议比平常炒菜多一倍的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